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申移成功后 中国的梁祖古城遗址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位居世界第一 梁祖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 世界遗产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 和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 其中遗产区由摇山片区、城址片区、谷口高坝片区 和平原堤坝山前长堤片区四部分组成 遗产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 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分等级同时期的墓地含祭坛等 同时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 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 梁祖早就超过了五千年了 这就是中华文明 而且水平是非常之高 延续不断 这个很重要啊 而这个延续不断 从哪儿开头呢 从梁祖啊 这个意义是非常伟大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梁祖古城遗址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时期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 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 代表了中国在五千多年前 伟大史前道座文明的成就 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 遗址真实展现了新时期时代 长江下游道座文明的发展程度 揭示了梁祖古城遗址 作为新时期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 符合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最重要的一切发展到我所在的研究 与梁祖的研究是 和尚的影响的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中文明上也在中国的文化 也在中国的文化中文明上 在中国的文化中文明上 和尚的文化中文明上的文化中文明上